进入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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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们这家店好舒服好安静 因为我在这边也没有什么办公场地 我就找一找这种咖啡馆 在咖啡馆里面 剪剪片子 他这个灯就很漂亮 工作室里面也用的这款灯 是必导漂亮的 他们的这个初餐台设计的蛮漂亮的 你看 so can I have this one Americano with honey 加了蜂蜜的美式咖啡 就是他们这边我看有很多咖啡馆 都会有这个菜单 就是black honey 美式咖啡加蜂蜜 我点的时候他会问我一下 你想要多甜 我说一丢丢甜就可以 它的这个甜度和黑咖啡结合的 就很自然很爽 不会让你觉得就是腻的那种感觉 蛮好的 这杯我点的是90 90泰铜 然后呢普通的美式呢 要在便宜10泰铜 这个外带的咖啡 都是分开装的 so you separate the coffee and the ass yeah 给毕岛和苗尔哥他们都打个电话 哇 毕岛你刚睡醒 对啊 我感觉还是蒙的呢 搞杯咖啡喝一个好不好 有罐尔包的吧 没有咖啡 啊 没咖啡啊 没咖啡怎么搞 我去 那不是太难受了 我今天去那个拍东西拍完 买点那个磨豆漆和咖啡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手磨呀什么呀 还有那个什么手冲火呀 全都搞回去 在家里边 没咖啡 就太难受了 没菜吃还好 没咖啡喝那就真不行了 是不是嘛 我还能这样的 哇 苗尔哥你在外边呢 你现在还能出去 我都遛狗了 你的小狗狗 我跟你说啊 我是背个四天的 四天的才不够 要再多背一点 超市泡面啊 头腿肠啊 这些东西啊 什么呀 才没了 现在就是菜要低 肉贵 我估计这一个月 应该就完全没问题了 过了这段时间就OK了 上海见了 上海见了 太想念上海了 目前不要怀念 行 注意安全啊 好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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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小狗狗 好嘞 拜拜 拜拜 好嘞 好嘞 这就是 卡斯卡拉 是 是 是 咖啡的咖啡 中火的咖啡 中火的咖啡 它是咖啡的咖啡 咖啡的咖啡 它是用的 有很多咖啡的咖啡 我明白 我明白 这个咖啡的咖啡 这个咖啡的咖啡 用一点的沥沥 用的沥沥 是沥沥 这个汤好酸啊 今天这个店蛮漂亮的 叫Brief Coffee Roadster 那个猪拉龙公大学就在那边 离得不远 这边的环境蛮漂亮的 它这个外边还有一个外板 它们直接是用一个冰桶把它给做成冰的 就是它们不加冰块 它是正常做出来的时候冰镇了一下 凉下来之后呢 它又加了一个大的冰块 冰的 味道很豐富 可以解释一下吗 可以 可以 你多大了 23岁 23岁 这个小哥他竟然会说一点中文的 哇 哇 我非常享受的 这种咖啡 这种咖啡 有时候你尝试 它是非常非常有趣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在这种咖啡 对吗 哇 哇 哇 这个猪啊 龙公大学好大 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朋友 他们这个体育场好像里面是有什么比赛的 而且全都是女队的比赛 哇 还有挺多漂亮的小姐姐的对吧 这不是我们古代的那个宿居吗 他的这个球啊我在国内还反倒真的还没有人没见过有人玩这个 你看这边就是蛮火的 对不起 我来自中国 所以我可以看看你的球吗 哦 它这个球好像是一层塑料的 你看 你们有见过这种球吗 它里面是空的 今天两件事情我在曼谷要去一下那个大使馆 曼谷的移民局去去我的签证 我要先去拿协助行 再去曼谷的移民局去办理我的据签 签证业赋移民 还有你的护照的首页赋移民 这边你看 Chinese visa application service center 这边就贴了很多的信息 那个中国大使馆那边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所以说这个两分钟就拿到了 现在去曼谷的移民局 拿了护照之后就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个商场有一家全是卖泡面的店 泡面 就是你看到一包泡面一种泡面的时候 你觉得就很平平无奇 但是如果你要见到一整墙的泡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就很震撼 对不对 How much? 333 我的幸运数字太幸运了 它要在这个上面要再加热一下 然后这个上面有时间 加热好了之后 就直接就可以吃了 我已经差不多废了 来这边吃泡面的都是年轻人 就它这个形式很好 再加上它的这个展示 就很符合这个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的 thank you Ice Espresso Latte 它们的咖啡卖的价格 其实是满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不是很贵 特调的才120 对吧 还有这边还有一些饮料的 这里边是用Espresso冻成的冰块 再加了一点点牛奶的泡沫 这个应该是泡沫 这个牛奶是要倒进来融化掉的 应该是 慢慢融化 应该是要先化掉一小会儿之后再喝才可以 要不然的话现在喝只是牛奶的味道 它的这个冰块呢吃起来是酥酥的很有感觉 我后面我要研究一下 它这个是怎么冻成那种酥酥的感觉的 喝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变化 因为它的冰化的越多 那它的这个咖啡的味道就会越浓嘛 对吧 哎我觉得这个你们也可以研究一下在家 怎么样做出来这种感觉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 我后面我要复刻一下 看怎么玩这个